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九十集 第二天天还不明的时候 绍安就紧张地爬起来 套起架子车 赶紧到砖厂去装砖 任何其他事 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 运第一回砖的时候 园西县城还在睡梦之中 绍安在车园上挽一根套绳 扣在肩胛里 和牲畜一起拉着车 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 平路上 他一般不太出力 让骡子拉着走 一旦上坡的时候 他就使出浑身的劲 拼命拉车 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 从十字街到中学 有一道大陡坡 他常常挣着命拉车 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 牲口和他都大汗淋漓 气喘得像两只风箱 这时候 绍安眼前就不由地浮现出 黄河岸边那些手脚病用 匍匐在石壁小道上的欠夫 天天如此 绍安和他的铁青骡子 把时间拉出了九月 每一天下来 绍安临睡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 用指甲画一道杠杠 然后在右墙上 记下一天的收入 支出和静赚的钱数 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 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 这一笔不断增加的钱 是孙绍安每天睡觉前 都要高兴地发半天呆 十月初 从元西城传回来了惊人消息 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 要去参加解放军了 这消息 使风气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起来 在山里 在家里 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 金二锤当兵 立刻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 尤其在金家湾那边 所有金姓人家 似乎都有些激动 哎呀 多少年来 谁能想到 一个地主家庭成分的人 怎么可能去参加 无产阶级的军队呢 别说地主成分 中农成分也难 特别是对于田福堂 和孙玉婷这样的人来说 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 五类分子大部分摘了帽 今后 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子弟同等对待 不论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 可一旦这政策在他们村成为具体的事实 仍然是这些人震惊的目瞪口呆 金光亮弟兄几家 起先对这消息半信半疑 当二锤烧话回来 证实了他要去参军 并说一两天就要回村 想家人告别的时候 这一大家人才兴奋的忙乱起来 他们翻箱倒柜 粘米磨面 准备给出远门的娃娃 备办几顿家乡的好吃喝 这些天里 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人 似乎专一到村中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 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 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 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引人注目 这是否意味着 在双水村的生活舞台上 一些处于台下的角色 渐渐要走上台来了 最为得意的 当然要数金光亮 这几天 他已经不出山劳动 专门在家里操持 以等待儿子回来 实际上这些家务事 都有老婆忙碌 他帮不了多少忙 他只是兴奋的 在家里爱手爱脚 出出进进 没干什么活 倒打破了两只碗 后来金光亮干脆穿了一身过节的新衣裳 剃得光亮的头上包了一条白羊肚子新毛巾 衣袋里装了几盒带锡纸烟 到村里转悠去了 前地主的大儿子挺胸突肚 卖着雄壮的步伐 专门往村中各处闲话中心的热闹处走 那神气 就像他本人已经成了解放军 金光亮见人就散发纸烟 心满意足地接受村民们的恭维和道喜 受了多少年的冷落 金光亮现在要借此机会 去寻找人们的尊重 哎 几十年经受的过分对待 看来把这人也弄得有点不正常了 瞧他 尊严和荣耀的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 这天上午 金二锤在他二爸金光明的陪同下 回到了双水村 二锤身穿不带领章帽灰的黄军装 脸上挂着喜气 金光明在他们的侯生财主任 被提拔到县百货公司当了副主任后 就成了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百货二门市的主任 金主任戴了一副装饰性的金丝边眼镜 胸前挂个借来的照相机 满面春风地引着侄儿进了金家湾前村的新家 金光亮弟兄三家就像过婚假喜事一样 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 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 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膏和小炒猪肉的香味 合了床子 搁巴巴架响个不停 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 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 金家湾的一些门中人 都纷纷去看望了提将离家的金二锤 本来这种事 大队领导也该上门去看望 但田福堂 孙玉廷等人 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 更何况 就是他们想去 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 金俊山是个例外 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 但往年没有过分地伤害同族 这家成分不好的人 因此 副书记按常规 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 并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 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 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走了 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弟兄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吃饭 吃完饭就挤在一孔窑里 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家长 上午 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 脑腾了半天 等众人先后回到窑里后 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 一声不吭地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 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 一家人看这情景 一个个都面面相去 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尸了一下全家老少 然后开言道 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 应该让地下的祖先也长出上一口气 自从老人入土之后 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 怕连累自己 还没到坟上去祭奠一次呢 现在二锤要去参军 我们什么也不再怕了 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 给老人们进攻上一点心意 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 另外 也给天父堂和孙玉婷这些人看看 二锤 你过来把篮子提上 咱们一块到你爷坟上去 金二锤立在门前 抠着手指甲 为难地看着父亲 聂如说 爸 咱们不要这样 咱 金光亮歪着嘴巴问 我爷就是会的确剥削过穷人 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 借此再去祭奠他 政治影响不好 金二锤话还没有说完 金光亮就走前一步 伸出巴掌 在儿子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贺问道 你说你去不去 金二锤眼里旋转着泪水 说 不 金光亮眼里闪着凶光 问 那是不是你爷 是 那你为什么不上他的坟 金光亮又伸出巴掌 朝儿子脸上抡过来 结果被光明和光辉挡住了 二锤他妈已经和几个娃娃 在锅台后面哭成了一堆 金光亮怒气冲冲 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 他的两个弟弟一人扯着 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 金光明说 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 但你也要理解二锤呢 虽说现在政策宽了 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为好 金光辉也凑话说 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 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 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来 放你们的臭屁 情绪疯狂的金光亮 对两个弟弟破口大骂 他甩开这两个捉他的人 提起那个篮子 一个人恼兴兴地出了门 临近中午的时候 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里 金光亮一个人 跪在老地主的坟前 哭丧着脸 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 与此同时 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 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 提前回了园西县武装部 几天来 弥漫在这一大家人中的欢乐情绪 顿时烟消云散 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笼罩了 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 生活的戏剧 常常一幕紧接着一幕 令人目不暇接 谁也想不到 金光亮家的二锤 参军走了没几天 他们的邻居金骏文一大家人 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 全村人议论的话题 立刻又从二锤 转移到金富的身上了 外出半年多 毫无音信的金富 突然回到了双水村 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 更何况金骏文家的这个大小子 像个人物一样 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不能不使村民们 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 刮目相看 金富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 一身实心衣服 头发披散在薄像里 大蛤蟆眼镜 遮住了半个脸 脚上像金光明一样 蹬着正亮的皮鞋 口音也变了 把猪肉说成大肉 把金骏武改叫二叔 而不叫二霸了 但更重要的是 据说 这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东西 衣服 手表 录音机 和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 光不匹 听说就有几大捆 至于钱 有人看见 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 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 如果说 金光亮家成了政治爆发户 那么金骏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爆发户 人们纷纷谈论 这两家人猛一下红火成这等光景 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原因 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河老住处 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 这两家人还枯鼻流水 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 现在看来 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 倒是他们现在住的这地方 有的人十分遗憾 当年没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里 这些天里 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 又充满新奇和激动 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围在人群中间 吸他的进口外国烟 听他眉飞色舞讲序大地方的景致 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 但有些没见过世面的庄家人 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 金富吹嘘说 他到中南海和华国锋下过三盘棋 第一盘他赢了 第二盘华国锋赢了 第三盘他和华主席下了个合棋 结果双方不分输赢握手言和 有人问他 你坐过火车没 金富扬起头自负的哈哈一笑说 火车算个屁啊 我常坐的是飞机 两月前 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 我当时把头探出来一看 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上来 田万江我大叔 邀一群生灵在田家割落的土坡上往下走 还听见妙平山玉米地里 除草的婆衣女子笑得根呱呱呱的 哎呀 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 他们想不到 眼前这个人曾经在空中 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 没有多少天 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 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震 他们的钱财 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 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 金富不行 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 也可以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